祝我们前面平安 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来学习祂的话语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 你赐给我们机会还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求圣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而把你圣经中的真理进行出来 谢谢你爱我们 我们如是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 取字以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 主题是全息 我给大家念第五到第八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诚心顺服 一致已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三十三年前 我认识一对夫妻 他们两人的事业都很成功 他们也在教会里和殷勤的服事 谦卑地帮助了很多需要的弟兄姊妹们 许多人 许多人 认识他们的服事和见证 而相信了主耶稣 现在他们已经搬到另一个城市 在新的教会里 他们仍然很热心和谦卑地 侍奉上帝 成为了多人的祝福 子女弟兄姊妹们 千诗是一个真正领导者 特征旨意 主耶稣教导他们门徒们 必须有清卑的态度 就是像仆人一样 并且要丢掉那熟识 统治之傲慢的榜样 刚才我们读的在第八戒里 主耶稣 祂是万王之王 可是通过谦卑自己和顺负之时 甚至死在四字架上 耶稣已经实现了所传的道 定在四字架 在那个时代 是对违法者最刻薄的惩罚 然而 耶稣请愿遵行天父的旨意 为了担当我们的罪 祂请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成为领袖 应当选择一条隐藏 充满牺牲的顺服之路 但这路是讨神许业的 当时 四十月汉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领袖 因为在耶路撒冷 犹太宗教的中心和整个犹太地区的居民都来到他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耶丹河里受他的洗 甚至许多的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 其实他们不需要来 也来见他 四十月汉有了许多尖锐的言语 的话语 来指示那假冒伪善的统治者 然而使他成为伟大的 就是四十月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节 说关于耶稣的 他必信望 我必衰微 使徒保罗在他传福音的早期 在 跟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九节 承认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多年后 在一副所书 他说 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 然而 他还是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扯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在他生命的尽头 使徒保罗 虽然很受大众的尊重 他却说 基督耶稣将士 不要拯救罪人 在罪人中 我是 罪魁 基督耶稣将士 你在哪些方面 上帝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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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上帝恩待你 帮助你 您父是否成为那些 你认为软弱 微小的人 祷告过 让上帝恩待 帮助健康他们 今天 弟兄姐妹们 我们应当感谢上帝 赐予我们所有的福分 并且 我们要为那些 需要神的恩典 更多的人 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感谢你 今天 你再次提醒我们 身为你的儿女 我们必须 学习谦卑 无论在我们家庭中 在教会中 在社会中 我们都应该成为 你的好见证 使更多的人 在我们身上 看到基督 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上帝 赐福于我们